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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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 因为世界的关系呢 有关次数跟次婚 的问题还没有交代清楚 所以今天呢 希望再补充一下 因为昨天 我跟法光师有提醒我说 你忘记讲有关十种肉 比丘不可以吃 虽然佛陀有说 我们比丘可以吃三斤肉 就是说 没有看到他被杀 没有听到他被杀 不是为我们而杀 在这三种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吃这个肉 但是呢 也并不是意味着 所有的肉都可以吃 佛陀有指定说 十种肉呢 我们比丘不应该吃 那这里 十种肉是什么肉 第一呢 就是人的肉不可以吃 第二是象 狗 马 蛇 狼 狮子 鲍 鲍 熊 还有狼的肉不可以吃 这十种肉呢 都不可以吃 为什么 佛会制定 人肉不可以吃 这是有他的典故 所以呢 佛制定 人肉不可以吃 据说呢 据说呢 有一次 有一个比丘病 病得很严重 在戒律里面 比丘没有病呢 是不可以向居士 讨取食物吃 除非是有病 那 在这种条件之下 才可以向居士 讨取食物来吃 在当时呢 就有一对夫妇 男的叫 苏比亚 女的呢 叫苏比亚 这对夫妇呢 都是 独信 佛教的 虔臣 佛教徒 他们每次呢 都到 寺院里面去 布施 供养 而且这个 作为太太的 苏比亚呢 她已经是 争了一国 所以她对三宝呢 完全记住信心 所以她就发愿说 假如 这个寺院里面 有任何比丘呢 有病痛呢 她知情 随时呢 都可以向她 索取 所要的食物 或是药品 所以 当那位比丘 病得很严重的时候呢 她就跟她的同修讲 我身体很弱 没有什么力气 希望你跟 苏比亚居士说 我需要一些肉汤 来补补去 这位比丘听了之后呢 她就去找 这个苏比亚女居士 跟苏比亚女居士说 居士 某某比丘定了 她需要一些肉汤 你可以 供养一些肉汤给她吗 所以苏比亚女居士呢 她说没问题 没问题 尊者没问题 你先回寺院去 随后我会把肉汤送过去 那比丘回去了寺院之后呢 苏比亚女居士呢 就叫她的佣人 去市场上 买这个肉来煮 但是她却没有想到 当天是大日子 没有人杀动物 当时呢 不像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有冰厨啊 即使 肉呢 今天卖不完 放在冰厨 明天也可以拿出来买 但是以前 不是这样 没有冰厨 所以呢 当天卖不完的肉呢 当天就要煮熟或是腌制 所以就没有新鲜的肉 所以当天呢 就市场上找不到肉 所以这位女佣回来了之后呢 就告诉她的女主人说 今天是大日子 没有人宰杀动物 所以没有办法获得肉 这位苏比亚女居士呢 一位已经真的出国的人啊 他答应的东西呢 他要做到 所以他就心想啊 哇 这个比丘病得这么严重 我刚才又答应 我随后会送过去 但是现在没有肉 那假如这个比丘 因为病严重而死亡 那我不是很大的罪过 所以呢 他就想来想去 决定了之后呢 就拿起刀呢 割下他腿上的肉 然后交给 他的女佣拿起煮 他说 男主人回来的时候呢 你说我不舒服 在房间休息就好了 所以就把这块肉呢 交给这个女佣去煮 当这个女佣 把煮好的肉送过去的时候呢 那位比丘呢 也吃了这个肉 当这个男主人回来的时候呢 看到女主人不在 他就问她的女佣说 女主人去哪里了 她说她不舒服 她在房间里面休息了 她很疼她的太太 所以去房间 看她摸她的身体 说哪里不舒服 刚好去抓到她的太太 大腿的伤口 抓了她痛 她就叫 她检查一下 为什么伤口伤得这么厉害 问她的太太 当她的太太 把整个情形的经过告诉她呢 她不但没有指责她太太 反而很赞叹 因为她本身也是一个 虔诚的佛教徒 她说 哇 真的是难得难得 你竟然能够为了一个 比丘的生命的安全 能够牺牲你大腿上的肉呢 割给她吃呢 这真的是不可思议 你实在很伟大 刚好第二天 咱主人有请佛陀来家里受供 那第二天早上呢 当佛来这个 苏比亚的家里受供的时候呢 佛故意问 因为佛有这个神通 他知道 佛问 你主人去了哪里 苏比亚说他不舒服 在房间休息 佛说你去把他叫出来 他说他不能够走 不能够走 把他刚出来 所以苏比亚呢 就叫他的佣人呢 陪他去 把他的太太呢 从房间里面 刚出来 当这个苏比亚 你主人一看到 佛陀的那一刹呢 Friend感觉到 他的伤口完全停止痛了 而且呢 这个缺割的伤痕呢 那个肉全部长起来了 长跟平时一模一样 而且呢 皮肤一点疤痕都没有 苏比亚女居士呢 觉得真是不可思议 为什么当他见到佛陀的时候 这个伤口呢 就完全恢复了 所以他就很赞叹 过后呢 佛受供了之后呢 回去就召开圣团大会 叫这个病的比丘来问 他说 某时某日 你有接受苏比亚 女居士的肉汤的供养吗 他说有 他说你知道什么肉吗 他说不知道 我只知道很好吃 没有吃过这样的肉 他说这个是人的肉 你知道吗 啊 可以吃不可以吃人的肉啊 所以这也是佛制定啊 人肉为什么不可以吃的来源 所以从这一个例子呢 也告诉我们呢 当时佛在世的时候呢 佛跟比丘们也是有吃肉的 这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其实还有很多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比丘 受居士到家里去供养呢 在家居士他来请我们的时候呢 他不可以告诉我们说 尊者纳德 我请你们去收工 我会煮咖喱鸡或是咖喱鱼啊 来供养 假如这样的话呢 我们不可以去收工 为什么呢 当时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同一天里面呢 有两个人来邀请僧团 去家里收工 一个是有钱人 一个是没有钱人 这个没有钱人 先来邀请这个僧团 说某某尊者 明天我们请尊者到家里去收工 过了之后呢 又有一个比较有钱的人来邀请 所以他们就想 啊 那个没钱的啊 他一定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 我们去那个有钱的家里 他一定有鱼有肉啦 所以他们就没有去 没有钱的家里收工 他去那个有钱的家里收工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呢 所以居士来邀请的时候呢 假如他讲出这个食物的名呢 我们不应该去收工 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他说 因为我们吃肉呢 所以才有人要去杀生 所以我们吃肉也等于间接的杀生 假如你硬说 因为我们吃肉才有人去杀生的话呢 那吃树呢也不能够逃避这个指责 但是昨天我们有讲得很清楚呢 其实呢 杀生必须具备五个条件才叫杀生 假如没有具备五个条件呢 那都不构成杀生 第一个呢就是那是一只有生命的动物 第二呢我们知道他有生命 第三我们生起这个面头要去杀他 第四我们进行行动去杀害他 第五呢我们把它杀死 这五个条件记住呢才叫做杀生 那我们吃肉呢 我们从来就没有写这个杀生的念头 那怎么会构成间接的杀生 我们吃树呢也从来没有写这个杀生的念头 所以也不会构成间接的杀生 所以我们要清楚了 假如你要求这样的话 你讲这个间接的杀生 那几乎我们人都不能够生活了 只要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呢 很多时候都会造成其他动物受伤害 来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们起一间物质呢 我们要清除这个地方 砍滑这个树木 在这个砍滑跟清除的过程 我们要浑烧 在这个浑烧的过程 砍滑的过程 清除的过程 你伤了多少有生命的动物啊 但是你的心并不是去伤害它 你的心是想清除这些东西 你并没有生起这个心 想去杀害这些动物 所以它也不构成杀生明白吗 那假如你硬硬说 这也是构成杀生的话 那你有病 你也不应该吃药 为什么呢 你吃药下去做什么 是要下去那里面的病 尽了杀死了 那你不杀生吗 但是我们并没有生起这个念头 去杀害里面的病尽 我们是要我们的病好 我们是要是为了治病 并没有生起这个念头 要去杀害里面的什么什么 假如你要讲说 会构成渐渐的杀生 那什么东西都不可以做 连呼吸也不可以 因为你呼吸静气 也有吸静跟着你静气 你也在杀生 对吗 其实这个都不能够构成杀生 因为缺乏那个杀的念头 那甚至你晚上开车呢 你开着车呢 很多那个飞虫啊 飞来你的镜子那边 撞向你那个镜 那我说你在间接着杀生 你同意吗 你也不会同意对吗 因为只要我们人生存呢 每一种动物的生存度 会构成其他生命的威胁 所以这也就是佛陀讲 生即是苦 所以我们要明白啊 什么叫做杀生 杀生必须有具备这五个条件 才可以叫做杀生 要不然呢都不叫做杀生 也不叫做间接的杀生 佛教里面讲的间接的杀生是 你不用你的手去杀人 但是你死死别人去杀人 那就叫间接的杀生 所以我们要清楚了 这样讲呢 不是我赞成婚食 鼓励人家不要素食 不是 假如你为了健康 你要素食也非常好 好像有时候 在拿食物的时候 我多数都是拿蔬菜啊 或是水果这类 肉类虽然有吃但是少吃 但是吃素也要懂得吃素啦 有些人他吃素呢 就很喜欢吃一些加工品 很多人呢 他虽然不吃肉了 但是他很喜欢吃素鸡 素鸭 素鱼 这些加工品呢都很不好啊 因为他有很多防腐器 而且放在冰橱里面非常久 那拿出来都是拿来炸 炸过的油呢 你知道啦 都是为过油的 那这些炸起来的东西 真的会健康吗 所以我们也讲了 那这个就很怕 比如说 我们去哪里都是要给人家方便 这样 吃素喔 第一个就是不方便 去到人家的家里 那个人是本的 也要吃素的 那也就是我们出家人 为什么不要给人家麻烦呢 博多也发说 身为出家人 应该给人家容易扶持 所以我们要讲 真的你要吃的健康 就是吃这个蔬菜 豆类 或是水果 这一些 我不反对吃素 吃素 假如能够对健康有帮助 那也很好 好像你们在家居室 多吃这个蔬菜 水果 对身体也好 因为它容易消化 但是因为接力 你不允许我们地球自己煮啊 你就脱着脱脱的生活 不方便煮 人家供养什么 我们就吃什么 假如你有智慧呢 懂得善用 吃东西的时候 不管是荤或是这个蔬呢 最主要是不要执着 吃到不要有烦恼 那才是修行之道 那假如我们很喜欢吃素 人家供养我们荤的 我们就不高兴了 那这个还不是修行之道 那假如我们很喜欢吃荤 人家供养蔬食 我们就生气不要吃的话 那也是没有修行 所以真正的呢 不管是昏食素食呢 没有办法之下呢 不要执着 我们当作食物 不要把它当作是动物 生命来看待 那就没问题 希望大家明白 不要因为这个东西 讲了来真正嘲嘲 这并不是我希望看到的 也不是为了这个东西去给人家争 只是分析给大家明白 当时佛塞士的时候 情况是怎么样 为什么汉传的地球们不吃肉 还有呢 大家误会说北传的师父呢 全部都是吃素的 其实不是啊 西藏也是北传的佛教 但是西藏的喇嘛 他们也是吃肉 素食呢只是汉传佛教的传承 因为受到梁武帝的影响 所以比丘们必须要吃素啦 这样分析给大家听 希望呢 这样的态势呢 不会引起争吵 不是去辩过哪一方面 对或是错 而是我们依照事实来分析 所以希望大家 以一个清凉的心来听 不要因为这件事情 而听了来起烦恼 那就不好 其实呢 在十种肉里面呢 佛陀没有讲牛肉不可以吃 这个牛肉不可以吃 是印度教 印度婆罗门教 印度是一个农根社会啊 牛对他们的贡献很大 他们是感恩这个牛啦 所以他们也不吃牛肉啦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印度人都不吃牛肉 没有说不可以啊 这个是我们华人 拜了印度神 受印度教的影响 不可以吃牛肉 讲拜观音也不可以吃肉 他们讲拜观音不可以吃羊桃 羊桃是观世音的心 观世音菩萨的心是羊桃嘛 所以我们学佛要有理智 不要以吃明白嘛 人家讲什么 我们就相信什么 就好像吃书这个问题 也不要人家讲 就完全相信 多去探讨经典 你就会明白 不用去跟人家争吵 因为事实摆在圆圈 所以这不是争吵的问题啦 而是让大家明白 不要误会说 像我是鼓吹大家尽量吃肉 不要吃素 不是这样 假如你有这种条件吃素 能够吃得健康 那啥都啥都 那么还有九种呢 为什么不可以吃 刚才这位居士呢 他问说 为什么除了人肉之外 还有其他九种肉不可以吃 其中的一项就是狗肉 狗肉为什么不可以吃呢 狗在印度人的观念里面呢 是很肮脏很贱的东西 你知道啦 赖皮狗啊 都是很肮脏的 那我们一个人吃狗肉呢 他也会觉得我们的人格很低贱 就好像其他教徒 他们认为猪很肮脏 吃猪肉啊 是很不好 同样的吃狗肉呢 他们也会认为很不好 我们作为地球来吃狗肉的话呢 他们也会被异哦 所以这也就是啊 佛指定啊 狗肉为什么不可以吃 那象跟马的肉 为什么不可以吃 因为当时王公有象啊 或是马死了之后 他们就拿去杀 杀了他们就拿去供养 给地球吃 当人家知道 地球吃马的肉 象的肉 他们就被异哦 所以说 地球也去吃这些肉 因为在当时打仗 翻译东西的时候 马跟象都很好用 一个国家打仗的圣父呢 就是以你有多少马屁 多少象来决定 他们感恩 所以他们也不吃马的肉 像个肉啦 所以啊 佛陀制定这个 决律是必要人家非议 那么至于老虎啊 狮子啊 豹啊 蛇啊 野狼啊 这些熊啊 的肉不可以吃 就是因为我们比丘呢 在森林里面修行呢 也吃了这些肉的话呢 也很危险 因为有这个味道啊 容易受到这些动物啊 的清晰 所以我们不吃这些肉啦 希望大家明白哦 听了之后呢 对于这个开始 能够更深一层的了解 不要因为这个吃素吃肉的问题 一直来蒸蒸吵吵 那就没有意思 我们学过修行的人 假如天天为这个东西蒸吵 那就不好 这个并不是为了表示说 哪一方面出生 哪一方面不好 而是分析给大家明白 情况的演变是这样 好了 就是到此为止 谢谢啊